顺治皇帝还下狱,说要赐死太监宫女三十名到地下去服侍孝仙皇后 您好,我是昆仑刘石,欢迎您来到咱们的书馆 在天津济州有一个村子叫石头营子 这个村子在黄花山的脚下 您别看这村子小,一拉六埋着大清朝的六位王爷 其中三位是康熙皇帝的儿子 就是在那个九子夺嫡斗争当中非常有名的大阿哥印之 二阿哥印仁和十四阿哥印迪 还有三位是他们的书辈了 那就是顺治皇帝的三个儿子 那就是福泉龙喜还有荣亲王 有人纳闷了,这荣亲王他怎么没名字呀 他就是没名字,不但没名字呀 这个荣亲王的元寝啊,还是在这一拉六 六个王爷坟里边最显著的位置 位置啊,在上手的最东位 那这荣亲王是谁呢 这荣亲王啊,就是顺治皇帝和董沃妃的孩子 差一点啊,就被这顺治皇帝立为太子 称之为大清第一子的皇四子荣亲王 那他为什么没有名字呢 哎,这原因简单的很啊 那是因为啊,还没来得及取名字呢 这王爷啊,就轰事了 哎呀,说是轰事啊,都算对得起这位王爷 实际上啊,就是夭折了,幼年早伤 顺治十四年的十二初七 在紫禁城东六宫的城前空当中 这位荣亲王啊,孤孤坠地 他的生母就是顺治皇帝的那个白月光一生的最爱 董厄妃 现在这董厄妃可不是妃味那么简单了 他是这紫禁城之内啊,东西六宫所有嫔妃当中 仅次于皇后的皇贵妃 皇贵妃所诞下的这位男婴啊 哎,子依母贵,这皇上是非常的宠爱 虽然排名在四 但是这顺治皇帝坚持称他为镇之第一子 并且还说呀,这是大清第一子 可是往往这事儿呢,他就天不随人愿 就在顺治十五年的正月二十四日 这位皇嗣子啊,不姓,早邀了 这顺治皇帝在极度悲痛之下 追封这位还没有取名字的皇嗣子为荣亲王 您想啊,顺治皇帝如此难过 那他的亲娘董厄氏,他能不难过吗 就在仅仅过了两年之后 顺治十七年的八月十九日 这董阿飞啊,在成前宫当中也撒手人寰 身归纳氏去了 年仅二十二岁 这董阿飞一死啊 对士祖皇帝的打击简直是太大了 寻死觅活一词啊 通常是形容那个丧了夫的老娘们的 可是啊,现在用在这顺治皇帝身上 一点也不夸张 所以说这孝庄文皇后啊 和满朝的文武大臣 只能派人二十四小时不停地守候着顺治皇帝 以免他自杀 这些个情节啊,在宫廷当上虽然没有记载 但是顺治皇帝的杨老师汤若旺写在他的笔记回忆录里了 皇贵妃董厄氏刚一轰事 顺治皇帝就御礼部写下了一道圣旨 皇贵妃董厄氏于八月十九日空氏 奉圣母皇太后御旨 皇贵妃左里内政有年 书得张文功为侍化 书而空氏于新臣为痛道 以追封为皇后 以是包崇镇 阳城词语 特追封加之嗜好 是约孝县庄和 智德宣人 温慧端敬皇后 其英行典礼耳不详查 素译俱奏 这道上谕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值得我们细细的品味一下 您看这里边顺治说了 追封董厄氏为皇后 这个主意是圣母皇太后 也就是这个孝庄文皇后 她的意思 所以说正供我 遵照这个圣母皇太后词遇 就这么办吧 其实我们都知道 这顺治皇帝早有心 就策立着董厄妃为皇后 无奈 这个朝中大臣和皇太后 孝庄苦苦的阻拦 这人现在已经没了 追封个皇后 应该是不成问题了 那么这样做 这招圣皇太后孝庄 她乐意吗 她当然不乐意了 这董厄氏 活着的时候 顺治皇帝对她极为偏爱 这时候 这孝庄文皇后 已经非常不满了 因为这样啊 就破坏了后宫的格局 会让这朝臣呢 妄加猜测 妄揣圣意 并且呀 会引起很多 这个勋贵们的不满 可是这老太后一想啊 这人都死了 哎 你要愿意封个皇后 就封个皇后吧 可是啊 这老太后 万万没想到的 厉害的呀 还在后头呢 那第一件事啊 就是要给这个 大型皇后啊 上侍后 那么这个侍后 谁来拟呢 当然是礼部官员 和上书房的大学士们呀 于是呢 这大清国呀 这可丁可毛 有学问的人呢 就都扎堆在了一起 给这个董哥氏呀 上了个侍后 咱们都知道啊 这个侍后的字数啊 是越多啊 这个人呢 就越尊贵 一开始呢 先给这个大型皇后啊 拟了四个字 这顺治皇帝一听就急了 不行 少 然后啊 就又拟了六个字 这顺治皇帝还先少 最后不行啊 又拟了八个字 这顺治皇帝不愣脑袋呀 还是不行 这帮大臣一听啊 说干脆算了 您哪给我们打个样得了 您说怎么着就怎么着 您说拟几个字呢 咱们就拟几个字 这顺治就说了 这个给这个大型皇后 你嗜好啊 有两个字不能用 咱们得敬天 表示自己很谦逊 首先说天和圣不能用 剩下的只要是通顺 所有的好字眼 你们尽量的往上同 十个字吧 先来十个字 于是啊 就有了这位孝宪皇后的嗜好 这孝宪二字啊 是皇帝对皇后的封号 孝宪后边是什么呀 是庄和志德 宣人温慧 端敬皇后 这里边啊 嗜好十个字 加上孝敬 十二个字 这招圣皇帝后 在后宫听到这个信之后啊 这个气就别提了 哎呀 这个儿子呀 简直是昏了头了 我死之后 能不能有这么多字的嗜好啊 还另说着呢 当然了 您不用替她操心 她死之后啊 这个嗜好比这个孝宪皇后 长多了 是大清国呀 嗜好最长的女人 怎么着 您想听听啊 那我就给您背背 孝庄仁宣呈献公义 一天起圣文皇后 这是这老太后啊 刚驾崩的时候 到了这个雍正乾隆年以后啊 又家世了 一共十八个字 称作孝庄仁宣 呈献公义 志得纯辉 一天起圣文皇后 皇帝的至亲呢 或者是贤臣死了之后啊 这皇帝都会 绰朝几日 绰朝的意思就是啊 不上朝 好好的在家里呢 怀念一下过世的亲人故旧 这清朝的礼仪啊 是这样的 皇帝皇太后大丧呢 这四皇帝 也就是这个接班的皇帝啊 要绰朝十五日 遇到这个皇后大丧 也就是这个皇后啊 走这个皇帝前边了 这皇帝呢 也会绰朝 你像这个康熙雍正两朝啊 都是绰朝五日 到了乾隆呢 因为这乾隆皇帝啊 和孝宪皇后的感情非常好 他就绰朝九日 嘉庆二年的时候啊 这个孝叔皇太后大丧的时候 这嘉庆皇帝呢 也就只不过是绰朝五日 道光爷啊 他是个比较奇葩的皇帝 孝圣皇后大丧以后啊 这道光皇帝绰朝了九天 也就是说啊 到底绰朝几日啊 也不一定有死的规制 倒要看看你啊 和这个死者的感情 有多深厚了 那么这孝宪皇后 董乐氏驾崩以后 这顺治皇帝决定绰朝几日 来哀悼这位自己心爱的皇后呢 呃 没说 这个顺治皇帝是那么说的 他要给这个董乐氏啊 做一百天的水路道场 由他自己主持 握了个去啊 这皇帝啊 他别干嘛了 最后还是招圣皇太后 和一般大臣苦苦的央告劝戒 这顺治皇帝才放弃了 亲自主持水路道场的打算 那顺治皇帝说了 那既然这件事 议着你们了 那别的事啊 就得议着我 于是啊 这顺治皇帝传旨 自这个董乐氏 岛头那天开始算起 传于亲王以下满汉四品 官员以上 并公主 王妃以下命妇等 距于景运门外 齐聚枯记 绰朝五日 您听了吗 这就意思就是说 这大清国呀 凡是够一定身份的人 每天早上起来 就得去这个 紫禁城东侧内外路的交接处 景运门外头啊 那去枯记董乐飞 一连啊 得枯五天 身份不够的还不用 这里边您别忘了 可有这个顺治皇帝的长辈 也有这董乐氏的长辈 这顺治皇帝可是不在乎这些呀 都得去 所以说呀 这骂街的肯定不在少数 其实这董乐娘娘啊 她是个非常简朴 非常低调的人 她死的时候就曾经有遗嘱 她说呀 去世以后 尽装金玉之物 丧礼减肃 可是顺治皇帝呀 并没听她的 仍然以皇后礼安葬了她 顺治皇帝还下狱 说呀 要赐死太监宫女三十名 到地下去服侍孝宪皇后 这件事情啊 有人说有 有人说没有 宫廷档啊 只记载于此 并没有说最后 到底实行没实行 也没说呀 这些陪葬的人 到底埋在哪儿 宫廷档里查不到 在青东连管理处的文档里呀 也查不到 所以说呀 我们一切忘好了筛策吧 但愿她没杀那么多人 孝宪皇帝的赞安处 在景山的关德殿 所以说呀 就得从这个紫禁城的 承前宫 把这个大型皇后的 子宫移到景山 这一路上啊 抬棺材的都是 满洲二三品的大臣 盛世之后 大爷弄得群臣很有怨气 这老太后呢 更是生气 不管怎么说呀 这董俄氏皇后 就是这位董俄妃娘娘 最后还是以孝宪皇后的名义 埋进了清孝陵 若干年之后 和珍爱着自己的那个人 终于团圆于地下 那有人就说 也看不出这孝庄 是怎么恨她呀 哎 看样子 这孝庄 肯定是痛恨董俄妃的 因为清代呀 所有皇后 最后一个字的嗜好 都要成皇帝的嗜好 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总说 孝庄文皇后 孝庄文皇后的意思 这文呢 实际上就是 皇太极的嗜好 按理说 顺治死了以后 埋进了孝陵 孝宪皇后的嗜好呢 就应该被称为 孝宪张皇后 因为顺治 她的嗜好是张皇帝嘛 但是这董俄氏 永远也没享受到 这份殊荣 这就是孝庄 对董俄氏最大的惩罚 我们金人呢 可能不太理解 认为这并不是什么大事 可是在有着完备封建礼教的古代 这就是天大的事 我们试想一下 这董俄妃的弟弟费阳国 那可是康熙朝 大大的功臣啊 如果单凭娘家 实力这一块啊 到了康熙年 人家这个董俄氏的家族啊 那是只有上升 并没有退步 如果不是对此事 这孝庄文皇后 单独有旨意 我想这康熙皇帝也会 把这个嗜好文字 补给董俄妃的 解释起来呢 只有一个可能 就是这孝庄文皇后 从中阻拦 这董俄妃的故事啊 今天咱们就算讲完了 明天啊 咱们继续讲 这孝庄和顺治之间的母子矛盾 这顺治皇帝啊 他可是要出嫁了 我是负责给您讲故事的 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 您就关注点赞 并转发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下去的唯一动力 咱们明日见